据世界卫生组织,WHO资料显示,全世界每年有3000多万人感染麻疹。 2004年,全球死于麻疹的人数,为454,000人。 这相当于每天1200多麻疹病人死亡。 每小时有50人死于麻疹。 可能大家对这个资料并不敏感,甚至很陌生。 因为在我们印象中,麻疹早就是一种可用疫苗预防,几乎已经绝肿的传染病。 但那只是我们以前的观念。 如今,麻疹很可能已经开始卷土重来了。 据新闻报道,菲律宾仅今年1月就出现了4302例麻疹病例。 比去年同一时期,增加了122%,已有至少70人死亡。 且疫情还在持续。 日本今年已有超过170人感染麻疹病毒。 数量为10年来同一时期最多。 1月份以来,美国已在10个州,确诊超过120例麻疹病例。 新闻截图。 很多人表示疑问,麻疹到底是种什么疾病? 它不是早有疫苗。 如今又为何卷土重来呢? 麻疹是一种什么疾病?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最具有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之一。 麻疹患者是唯一的传染源。 出诊前后5天均有传染性。 病毒存在于患者的眼睫膜、鼻、口、咽、合气管等分泌物中。 通过喷嚏、咳嗽和说话等,由飞沫传播。 麻疹以冬春季发病为多。 如果接触了麻疹病毒,几乎所有未接受过接种的小孩均会感染。 患上麻疹会有哪些表现? 一、前需期。 也称出诊前期。 一般为3-4天。 主要表现有。 一发热。 多为中度以上发热。 二、咳嗽、流涕、流泪、烟部充血。 三、Koplik斑。 一般在出诊前1-2天出现。 为本病早期特异性表现。 为直径约1.0毫米灰白色小点。 外有红色晕圈。 四部分病例可有一些非特异症状。 如全身不适、食欲减退、精神不振等。 幼儿常有呕吐和腹泻等症状。 二、出诊期。 患者多在发热后3-4天出现皮诊。 体温可升高至40-40.5。 皮诊开始未吸疏不规则的红色斑球诊。 使剑于耳后、颈部、严重发际边缘。 24小时内向下发展。 便及面部、躯干及上肢。 第三天皮诊累及下肢及足部。 病情严重者皮诊常融合。 面板水肿。 面部浮肿变形。 三、恢复期。 出诊3-4天后,皮诊开始消退。 消退顺序与出诊时相同。 在无合并症发生的情况下。 食欲、精神等其他症状也随之好转。 诊退后。 面板留有脱卸,及棕色色素沉住。 七至十天痊愈。 重度麻疹特别容易发生在营养不良、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中。 特别是摄取维生素A不足。 或因HIVI滋病,或其他疾病,而导致免疫系统缺陷的儿童中。 但儿童通常不是直接死于麻疹,而是死于他的并发症。 麻疹最严重的并发症,包括失明、麻疹脑炎、严重腹泻,可能导致脱水、严重的呼吸道感染如肺炎。 为何有人接种过麻疹疫苗,还会得麻疹? 接种一次麻疹疫苗,是不能终身免疫的。 目前,我国采用的是麻疹减毒活疫苗。 接种麻疹疫苗后,人就会产生抗体。 不会感染麻疹,但这种抗体,一般只能维持10至12年。 当接种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,降低到一定程度后, 机体的抵抗力,就不能够对抗病毒的侵袭,就会感染。 并且,不同疫苗接种后,持续的保护时间不同。 即使是同一种疫苗,其效果也会因个体差异, 接种时机、接种针刺、免疫途径等预防效果不同。 如何应对麻疹? 目前尚无治疗麻疹的特效药。 一旦患上麻疹,只能对症治疗。 在疾病期间,注意卧床休息。 高热时可适当使用退热剂。 但应避免急昼降温,尤其是在出诊期。 注意面板、眼睛、鼻腔、口腔的清洁。 多喝水。 饮食上给予易消化和营养丰富的食物。 尤其是注意补充维生素A。 同时注意积极预防肺炎、喉炎、心肌炎等并发症。 但是,曾经得过麻疹的人,将终身具有免疫力。 对于未曾出诊的人,接种麻疹疫苗是预防麻疹的最佳手段。 其预防率高达97%。 在实施麻疹疫苗接种前,几乎每个儿童难以信念麻疹病毒的感染。 每隔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麻疹流行。 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主要疾病。 1965年,我国开始广泛使用疫苗。 麻疹流行强度大为减弱。 发病率和死亡率,均大幅度下降。 尤其在实施计划免疫后,发病率的下降更为明显。 20世纪90年代以来,与计划免疫前的1978年相比。 我国麻疹发病率,与死亡率降低了95%以上。 足以见接种疫苗的重要性。 麻疹几乎可以感染,所有未接受过麻疹疫苗接种的人群。 特别是幼儿。 具有罹患麻疹及其并发症,包括死亡的最高风险。 目前,我国麻疹类疫苗免疫程式,为8月0接种麻疹封诊联合疫苗。 18月0接种麻疹腮腺腺炎疯疯联合疫苗,或麻疹腺腺腺炎联合疫苗。 因此,为了公众的安全,为了孩子健康成长,请各位家长一定要积极为孩子接种疫苗。